你现在听着的是元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很简单 当然我们可以就是说 有时间就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一个鞋 在那些草地 或者在那个树林之间 那里行走一下 这样就可以做到一个接地器 当然但是 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 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已经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包括了有一些 就是很简单的一张床墊 那你只是好像一张床单 刚才医生也提过 去出去加拿大的时候 都可以攀带的 就铺了在床面那里 那你每一晚你一定会睡觉了 你一定会休息的时候 那就可以做到这个治疗了 不需要说是每天又繁忙之缘时 又要花时间走去交往的地方 那还有一些就是一块 可以在你上班的时候,在办公室或放在地上,你的脚褶也行 或者是放在你的电脑,因为现在大部分人的工作都不离电脑 可以放在这里的时候,你接触到,就已经可以接受到摘地器的治疗 刚才提过的摘地器产品,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可以卖到 陆创意的地址是在铜锣湾,渣店街54号,富城商业大厦2楼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开放的时间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至晚上7点 星期六是上午10点至下午5点 欢迎大家到来参观 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跟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学资讯 和最新的发言,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哈喽,袁医生你好 哈喽,Della你好,大家好 上一集我们就解释了,什么是接地器 什么是接地器 哈喽达先生在无意之间 他就发现了,原来可以利用地球上的电磁场 我们怎样可以分解,排放了我们身体的电磁场 就有助我们改善我们身体的健康 但始终哈喽达先生,他都不是一个医学界的人物 虽然他找了一些朋友,做过一些临床的实证上面 都很成功 但他都不是一个医护的人员 对于全新的地球身心的科学里面 是不是属于医学界的一个新希望呢 首先呢,我先介绍一位心脏科的医生 他一个比较出名的,叫Steven Sinatra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心脏科的专科医生 他是属于一个整合性的心脏科医生 他在治疗的时间,除了运用一般的心脏科技术 他亦都用了很多自然医疗的工具 他发现这样做法就效果更加好 对那些患者也有好处,就是大有好处 在治疗呢,他重点是看我细胞的生存代謝 尤其是每天需要不断地搏动 将血液打入身体,长达六万英里的血管 就是我们的身体的血管 是六万英里的血管 我可以想象中,我们的心脏的负担是多少 是,力量也很强 所以他在治疗里面,用很多非常好的营养補充剂 就是套负Q10,即套N3Q10 肉眼,Alcanadine,还有尾,Magnesium 这些都是促进细胞的生存代謝 帮助身体制造需要的能量 这位呢,Sinatra,史提夫 新立屈医生的一向做法 他是一个挺出名的,在治疗界里是挺出名的医生 好了,他说很多年前,我在行医十年左右 开始察觉到一种很奇怪的规律 他说每当满月,Full Moon Full Moon 或者太阳那个闪落活动旺盛 我叫Sunsport 有时天文记录得到的 他发现上满体病的人,病人会增加的 而且问题呢,大多号心律不整和心靠动 那会有关系的? 是的 是的 他当时都不记得了 为什么会将症状和天体运行 连上在一起 大概 当时的病人就是看病人 那时候提及了 是不是? 那他说,原来是这样吗? 那他当然也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个现象 总之呢,我好奇心挑起了 那他开始搜集相关的资料 那接着呢,就进入了一种叫做电子医学的领域 他是这样进入去的 那他所谓,这位申辣威医生所说的电子医学呢 听起来有一些很怪的 是 什么叫电子医学 是的 当时的环境兼工 是的 那些这样的,金手指啊 那些这样 那所以呢 感觉上好像脱离现实那些古年精怪机器 但是电子医学呢,其实已经 往往承认的概念来的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心电图 是不是? 那个磁力共振 磁振的造影 是不是? 这些是一种不可以缺乏的诊断工具 而且有些在医学被重视程度较低 但是已经被人接受呢 就是我们所谓治疗 那个肿痛啊 肌肉骨落病变的一种 密充电磁治疗器 那么香港人都认识的 因为很多市面上呢 都有一些不同的电子治疗器 我们叫密充机器 是 英文叫做TENS TENS 就是精皮神经电磁器 一种缓和痛的电子的电器的疗法 已经很多年了 那么透过这些研究专家呢 那么新来威医医生呢 就要了解到呢 为什么发生在天上的电磁的事件呢 会令到地球人的身体发生反应呢 那么这些反应可能有好也都好坏 而且影响了心脏啦 大脑啦 和身体其他的部分 那么当然呢 我们的地球人呢 暂时还没有和宇宙其他部分隔绝呢 那么会影响我们的生理作用 甚至乎银河啊 太阳的能量啊 下次到人为的电流和电场 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的 是 好了 所有生物呢 都是一种生物电能的集合体 基本上呢 不管是很坏也好 人体所有功能呢 都是与电流回路的动态组合 那么人体最重要的带电体之一 就是当时的心脏啦 每次心跳呢 都是有心脏肌肉的电流信号引发的 那么医生所做的心电图呢 就是这些信息的记录啦 那么而这些信号呢 在你活的时间呢 是从来不会停的 哈哈 每一次透过心脏回路的传道呢 就引发心脏收缩啦 将血液打落的心室 就是流至全身的 那么这样你看到呢 我们的心脏一个很好的例子呢 是一个电的信息 电子的信息 电子来到令到心脏移动的 好了 那么心脏疾病会干扰正常电流信息 传递和血液的输送啦 他来说呢 他就当电流传达出错啦 那就是所谓心律不整啦 不律不规啦 心脏就无法有效将那个 将血液封出去的 那么由于心脏的 那个运作原理和电流的息息相关的 那么有些什么电学的概念呢 能够为心血管问题带来好处呢 那么当然呢 那么作为这位心脏医科医生 这位Steven Sinatra 一直都很有兴趣的 那但是2001年呢 当时呢 新纳威医生呢 就受邀请去圣地牙高 一个关于电医学研究的会 里面已经讲的 那么他呢 当时呢 就认识了克林达歐伯了 那当时呢 克林达呢 就刚刚就做了她第二份的报告呢 就是我们上次上一集有提及 就是讲折地气对皮质唇的浓度和压力的影响 他就刚刚就想找对于电医学有兴趣的心脏科医生谈一下 所以专程去研讨会希望见到这位新立屈医生 他听了一轮这位新立屈医生就立即被克林特所说的论调吸引了 于是他就直接去到克林特路营的车拜访 讨论更多细节 当时在场还有一位另外一位医生和一位研究人员 研究人员身上带了一种手环 这是一个克林特的新研发 可以测量血管弹性的手环 克林特当时就为他们试试 试试这个测试血管弹性的仪器 那血管越健康当然弹性就越好 当血管的僵硬合窄了 就会导致高血压和心血管的疾病 好了这位新立屈医生 测试出来的数据其实都OK的 但是他比他大过他两年的克林特 测试出来的数据是美得令他有点妒忌 他说为什么这个人的测试比我更加加好呢 其实我是一个很出名的预防医学专家来的 天天写书和电子报里面鼓吹健康生物方式 但是当时克林特就小声和他说 他说我相信我的数据好 因为他日日都折地 他日日都折地 他睡觉的时候折地 和他一有机会 他就随着脚走路了 克林特跟我说 医学界和科学界对折地的现象 是没有不关心的 他觉得非常之气妥 他想转进那些科学的合纱的门里 看他就吃了很多斧头 开始讲这个问题了 当然这个很明显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新的疗法 医学界的新希望 所以他自己这么说 他说我这位深入科医生说 我发觉打开这些全新的治疗的领域 在他行这几十年 他去过听过无数次的 所谓启发性的演讲 全部都是很伟大 很受尊敬的医学专家所发表的 其中有医生、科学家、教授 诺贝尔掌得主 但是克林特勾伯 完全都不是那种人 他只不过是一个 搞过有线电视的人 这个生意路 偶然发现 可以减轻身体痛苦的方法 但是他觉得他很谦虚 他的印象觉得他很谦虚 印象很深刻 而且他觉得有一种使命感 所以他说他的发现 不单是对心脏医学有重大的贡献 可能重复整个医学界 因为他当时刚刚开始研究 用来支持自己的观察结果的科学证 他也是有限的 但是我自己身为一个心脏科的专家医生 我都感觉到观察到 他的观察相当之有道理的 当然了 那个温压生医生的直觉感觉 他这个似乎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重大发现 正中问题的核心 因为他当时 当然来不断研究抗氧化剂 也写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章 他执意的时候 就好像QQ10这类的抗氧化营养品 在临床上可以令到病人康复的速度大大改善 所以他很好奇 那么克林特的发现和抗氧化剂的发现的现象 是不是有关系呢 嗯 你知道呢 因为那个新来威医生 他这方面已经一直研究很久了 嗯 好了 那么他说呢 大概一年多之前呢 哈佛研究队 刚刚公布了一种强烈的相关的证据 他说万性发炎呢 是动物病变的主因 会导致血流受阻 妨碍养分和氧气输送到心脏和大脑 导致心脏病和中风 嗯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呢 哈佛研究员都说出被呢 背后呢 是严症来的 是 是严症来的 所以他碰见克林特那时候呢 发现和抗氧化剂呢 就是抗氧化剂是一个他城市 就是他城市已经在想着的 那么他就问他关于那个发言的事了 那么这地是不是可以减轻发言呢 如果可以的话呢 这地是不是可以成为对付心脏病这种 导致最多美国人死亡疾病的新武器呢 还有呢 可以对付多种与发言有关成的那些 常见的那些症状呢 是 但是他两个当时都不知道的答案的 那么呢 那哈佛研究员呢 就答应他了 他们试一试吧 如果他做到呢 就是好过开始丹打独斗 现在有一个这么优秀的 生物学的物理学帮助了 那么就找到另外一个人呢 这人叫James Osmond James Osmond 那么呢 就开始呢 就大家呢 是尝试呢 在进入研究的新的领域了 嗯 是啊 哇 真是好 真是好好好 上面的安排上面 因为哈伦敦先生就不是一个医学界的 但是遇到呢 遇到呢 阿伯德威的心脏专家 而这位心脏专家 他也都是有一个开放的态度呢 去接受一些新的那个 譬如电子的科学啊 在医学上的关系 嗯 好 这节时间呢 我们差不多了 一会儿我们再回来 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接地气 第二集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 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 28824848 网址 欢迎回来第二节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题目 就是接地气的第二集 袁先生 在休息之前呢 就很考核地 哈林特先生和心脏科的博士 医生呢 就一起去开始研究了 那究竟呢 是这个接地气 是不是一个地球的身心的医学 而是人体里面呢 一个保健的一个新领域呢 那你能看到呢 现在时机成熟 哈林特自己就当然对电力 和经营有线电视 然后极丰富经验作为一个基础 那慢慢开始研究呢 就在心理学和免疫学系的 很快地呢 他就想将这些不同的领域 结合在一起 好了 那现在呢 就已经我们知道呢 就电气工程师知道什么呢 电气工程师知道呢 地球的表面呢 是充满了不断博动的游离电子 Free Electron 是 有地球表面 很多这些游离电子的 但是医学专家就不知道这件事 是 OK 但是他们知道什么呢 它人体基本上是导电的 而自由基分子会吸引电子 将电子和其他原子的地方 就拔走了 那么这个就造成发炎 那就是破坏身体组织 导致疾病根本的原因 那医学界就知道这件事 OK 但是克林特的理论就说 他说如果能够 折地能够舒缓痛 一定是因为造成发炎的自由基 减少 或者中和了 减轻了发炎时的痛苦 而关键就在这里 会不会地球的游离电子 撲灭了发炎的火头呢 嗯 Free Electron Free Radical的造成的那个问题 那个炎症 是 好了 那么他有一天 克林特的打电话给 克林特的 克林特的 医生 就兴奋地说给他听 他说有一个 现在他想到一个 这个解释了 他说呢 他折地呢 不是单单能够 调节皮质 醇的浓度 因为他以前的那个炎 是 达到到改善 呃 睡眠 减轻压力的效果 他只透过呢 他只是透过呢 是随脚接触地面 和睡的那个地窒呢 折地窒呢 那个 就能够 令到 让那个游离电子 留回 日体内的 导电的回路了 撲 灭 发炎 撲 灭 发炎 那么发炎会导致痛的 受到 肿痛的折磨的人呢 折地之后呢 都感觉到 很痛苦 减轻了嘛 那么对克林达而言呢 其实这个期间的 迅速简单 就是 折地 症状好转了 肿痛减轻了 身体就康复了 起码有这么简单的 表面现象 OK 那么好了 那么他们都说呢 很多人都已经开始知道 深心灵医学的概念 那么很多人都已经用过 这个深心灵医学的概念 行医很多年了 那么但当时克林达之前呢 他从来都没有听过呢 地球深心医学的 地球深心医学的 这个概念的 他说这个另外一项的指标的发现 可能一个很重要的突破 是名副其实的地基稳固的电医学 他说千八年来的医学的秘密呢 就是他脚下 就是踩下的脚下 那么对他来说 这个医生来说呢 克林达找到他呢 是找到最天然的消炎制 亦都是最终极的狂阳化剂 嗯 好了 那么 那么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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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他说呢 他说他认识了克林达之后呢 那当然了 就买了他 他听他方法呢 做了一些折地的那个床子 那 试用了 那么 那开始睡觉时呢 就开始就折地了 那么 效果非常之深远 他说他太太两个人呢 都更容易入睡 到远坐呢 还在用着那张针的 是 那 2002年呢 啊 新纳薇医生呢 在自己的健康电子报里面呢 就开始讲了 就好像我现在要讲给大家听 是 我应该很迟才讲给大家听的 那么 那有些读者呢 都订了几套 啊 这些设计的方法啦 那么 那也都有一些人呢 花点时间呢 就回报回他呢 嗯 结果是这样啦 那么 那他就说给听那个 那个新纳薇医生的 接地之后呢 用了地 接地尖之后的 改变他的生活啦 那么他 于是乎呢 他后来 也都 参与克林特的 另外一个研究计划啦 那么就听到一些受试者的 心脏状况改善的报告啦 而且越来越清楚呢 接地对抗心脏病 是有 惊人的潜力的 嗯 那他讲回他自己的 新纳薇医生的本身经验的话呢 他经常出门啦 就要发表演讲啦 参加医学研讨会啦 通常在旅馆睡觉的时间呢 总是觉得他有点头痛的 那么后来呢 克林特设计了一种 就是方便携带的折地毯啦 就是我们现在健康店买的 那张很简单 是 薄薄的的 随身折起来呢 就是一块小毛巾而已 是 那么他就随时呢 是出外港的时候呢 都可以呢 在家里一样呢 是在折地睡觉的 就是去到旅馆呢 就铺了一张 一张折地毯 一张床单仔的 那我最近那次去加拿大温哥华呢 我也都带了去的 那我试过呢 果然呢 是在那个 在那个 克服时差呢 是快很多的 根本就没什么 没什么时差的 是 我睡得 睡得軟了 时间长了 就去到之后呢 实际上都没什么时差的问题的 好了 那这位医生说呢 他说现在我出门呢 一定带着的 他还有呢 尽量呢 都是找机会呢 赤脚走路 那我今次去到温哥华呢 我也是的 他朋友那里呢 他家里呢 是UBC大学的 还有呢 就有那些很漂亮的森林的 嗯 那我呢 就和他呢 特地带着呢 就 就讲戒给他听 是的 那我都示范 大家示范呢 垂脚在森林那里 和你们在草皮地踩一下 是的 是的 好了 那原来这个医生就说呢 他当然呢 他自己一直都有牛皮线的 经常不定期发作的困扰 那当然这种是 即是机常见的皮肤发炎的反应呢 他通常在小腿和手肘附近的 盘居不去 啊 就是整天都是 好 好 好 很多人的了 那他至 他注意到呢 他每次去法罗里达州海岸 啊 做他最 最喜欢的悠闲活动呢 就是什么呢 是 是去钓鱼了 嗯 去去垂钓了 他发现呢 牛皮线呢 总是会有 好过星期呢 几个星期消失了的 嗯 那他当时将这个现象呢 归功于户外的阳光啦 有充足维克兰B啦 是的 又很悠闲的 没什么压力啦 是的 还有海水的矿物质啦 那和呢 就是 是的 正如你所说呢 是悠闲了啦 离开那个心脏病 就像心脏科诊所的 一些忙碌那些 各种的压力啦 那钓鱼的时候呢 那你也会 什么样呢 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呢 穿着的白色的沙山拖鞋呢 就在 就是 去到海水中 就去到膝头这么高的海水 是的 用了这些这样的 模糊的钓鱼汗 啊 来到钓鱼的 那么直到认识克林达之后呢 他想到呢 他象到呢 高度電性鹼水裏面的鵝 很多人都會有這個經驗 去沙灘游水之後 去海游水之後 皮膚也會好一點 其實他當時是處於捷地的狀態 在釣魚同時 其實他和自己進行了捷地的治療 現在因為他晚上睡覺都用捷地器 牛皮屎已經是無影無蹤 這真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因為這些皮膚病牛皮鱔對於很困擾 對於病人來說 是很難脫掉的 不知道為什麼又來 是很困擾的 竟然這位醫生的無意之間 發現到原來牛皮鱔用這個方法搞定 他又說回釣魚 有個朋友一起去 這個朋友是紐約來的 紐約來的叫做博伯 聽大家說起捷地之後 他就跟我分享一個有趣的故事 他說 Bob大概是63歲的 跟他年齡差不多 已經從事建築了很多年 他年輕入行的時候 他跟一班在麻威里的木匠共識了一段時間 他記得這些年紀大一點的木匠 告訴你 如果要在這一行做得久 就一定要他們一樣 每天早上做 第一件事是出門去潮濕的地上 赤腳走一回 這樣就可以消除這行的各種總統 Bob一直沒有忘記這個說話 他就是當時他們的做法 每天早上找一個濕的草地去赤腳走一走 即是這麼早之前 一些建築的老前輩 已經懂得利用摺地器的方式 他們懂得摺地 總之你只是摺地 你的病痛會少一些 你就可以做得久一些 在香港我間中都會見到一些人 很多人都會懂得摺著一雙鞋 赤腳在山上 在草地走走一走 在香港在泡馬地上 有一個濡水庫 濡水庫上面是鋪了草地 我們也見過 就有些老人家 就真的懂得摺著一雙鞋 在草地走一走一走 在超頭草地的時候 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捷地活动 原来捷地器的医学原理 其实就是消除自由基 大地就真的是最好的天然抗氧化剂 没错 基本的原因就是 其实大地是一个天然的消炎剂 地球本身就是这个星球里面 最大的电子捐赠者 对这来说有什么意思呢? 你想想一下 有一大群的强大的隐形的流离电子的部队 在地球表面是崩磁而来的 去到你身体觉着 以优秀武力将这些导致发炎的自由基 一宿而空 消除了因为缺乏截地而产生的电子不足的症状 能够令到身体开始康复 那就是说身体的发炎 病痛都是因为缺乏电子的经兆 只是不同的程度而已 而解决的方法就是近在眼前 就是你身处其上的大地 嗯嗯嗯 當時她已經開始接受她家的安寧治療 即是沒有什麼可以做 為了預期存活時間不會有六個月的提供服務 即是我們叫善宗服務 歐伯答應了看看有什麼可以做 然後她幫她做了一張床展 鋪在老人家的床上 她足足用了三個人才把這個人床上抬起 鋪好了再截到屋外的截地盤 當時比較粗 她用截地盤拿著線帶到外面 但她過了十天左右 歐伯就截到老人家的電話 請她過去看看 她說原來有一隻蟲鼠把截地盤的導線咬掉 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去到院子發現導線咬斷了 她說咦 睡在一張病床的病人 為何會有幾天就可以回家 因為之前她的朋友都說要這麼多人搬去才可以鋪到一張蜘蛹箭下去 她是臥床不起的人 她就奇怪了 她就問她是呀是呀 真的呀我自己是在外面看到的 那當時歐伯很興奮 很興奮 當然 然後再開車去那個老人家裡 發現她就自己在 靠在大門裡等她 還告訴歐伯聽她現在舒服了很多 關於導線的事 她也沒有說錯 真的有些動物咬斷了那些線 歐伯於是幫她換一條新的導線 是是 好了 那這位老先生呢 用了這個節契器 用了十一年之後呢 歐伯和她的朋友知道 這位老先生的狀況改善了很多 她現在可以做些家務 照料一下火爐 甚至可以從屋外搬一些木材 即是生火爐 發炎腫起的部分已經消腫了 那老先生現在強壯了很多 活動、說話都很多活力 那她的老先生的朋友轉熟 她說她覺得身體上已經沒有病了 後來她多活了五年 那段期間每日睡覺都用節地藏剪 這種神奇的逆轉 不單止 只不過是大地能量發揮功後 有揭露了一般人都不知道的事實 就是說大地實在是存了最有效的 天然抗氧化劑和消炎 是 現在多少人 長期吃燒藥 西藥公司方面 在營養方面 那些人就會用抗氧化劑 原來還有一個 這麼簡單的方法 在大地那裏 今次從事醫學研究 而疾病發生了 其實是不斷上升的困境 即是今時今日 我們搞這麼久 其實是一點都沒有效的 嗯嗯 這個真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一個在醫學上 好 這一節時間我們就差不多了 一會兒我們再回來 繼續我們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的題目是接地氣的第二集 這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很辛苦 奶奶 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 嘩 這麼好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凌晶 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第三節 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接地氣 原意生下休息之前 就有一個很重大的發炎 那就是哈林頓和深藏芳醫生 都發覺到 所有很多我們這些疾病 這些痛症都是由發炎引起的 那究竟發炎是什麼呢? 是他們所說的發炎 和我們一般現代人 或者我們所認識的發炎 會不會有不同的呢? 我相信差不多每個人都經歷過發炎 不同的一個很優秀的運動員 或者從來不做運動的人 其實很多人都曾經發炎過的 可以這樣說 發炎面前是人人平等的 各人都經歷過了 那這個發炎這個 information 這個字呢 沿著拉丁文的 information 意思就是 著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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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炎是一個比較複雜的心理的反應 也是身體對抗病原體 受損細胞 刺激性物質等有害刺激的反應 身體會企圖在發炎過程裡 移除了有效或者具威脅性的對象 並展開對受損的組織的收復 如果沒有發炎這個現象 傷口或者感染 就永遠不會痊癒 而且會組織不斷壞死 最後會危及到見性命 那就是說 發炎是身體一個自然的 心理上的反應 是一種身體對付疾病 對付受傷 對付刺激物質 出現之後 去企圖幫它清除它 你記住 所以我經常都這樣說 經常吃消炎、消炎藥 其實是不對的 因為為什麼呢 你不可以強行去按那個鹽 記住 你記住 你不可以強行按那個鹽 因為鹽是身體醫病的過程 你一定要除了發炎的背後那個 真正的原因 你才叫做有效的 好了 我們將話題轉回到 我們這個大地 如何消除發炎 我們先要看看發炎是什麼事 你的身體的免疫系統 保護你不受病原體的傷害 或者你受傷 動手術之後 幫助組織復原 而你當身體某個地方出病的時候 就好像打個電話報警一樣 身體會立即發出警報 警鐘一響 頭一個反應就是白血球 和其他那些特別的細胞 就衝去出事的地點 白血球就好像警車一樣 不斷在你的身體周圍巡邏 防備住病毒 細菌 其他微生物 或者身體因為創傷產生的 受損的細胞 或者內部的刺激物 作為武器 有些白血球就會適合放大量的自由肌 我們叫做Free Radical 這個過程也叫做養爆的作用 加速毀滅入侵的微生物和受損的組織 游離肌本身是一種武器來的 專門幫助你殺死這些入侵的微生物 即是射這些自由肌殺死這些病毒 但自由肌聽的名字是一般的 但你會了解其中的原因 其實它在我身體裡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簡單來說 自由肌是一種很需要電子的分子 它需要一個或者更多電子才能夠讓分子結構保持穩定 你可以這樣說 它是一種電子狂的 它很需要電子 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自由肌可以從病原體或者受傷的組織 搶掉那些電子 當這些電子被搶走 那些物質就會殺死它 分解了受傷的細胞 即是它是用搶走人的電子方法 殺死對方 但等修復工作過了段落之後 免疫反應產生的多餘的自由肌 就會給身體的抗氧化劑 或者游離電子中和 即是它先做了事情 做了之後 就完了 還有很多這些多餘的游離肌 就要靠身體的抗氧化劑 自己幫它 可以了 清掉它 帶走它 只要生病或者受傷 就會身體發現了 所以上述的一些反應 這個過程叫做發炎的反應 就是這個意思 你會看到發炎的過程 有這些很熟悉的症狀 譬如傷口會變成腫 會發紅 發熱 會痛 視乎什麼部分呢 你的活動能力受了限制 即發炎的現象就是這樣 腫 紅 發熱 痛 以及活動能力受了限制 這個就叫做發炎 好了 但我經常都覺得 身體是用發炎醫病 但很多時候的炎症 是經常都不甩掉 所以叫做慢性發炎 反而有兩種 一種是急性發炎 一種是慢性發炎 急性發炎 就是身體對抗有害的刺激物 第一個反應 受傷部分 像剛才所說 湧進大量的血漿 就是那些血漿 就是黃黃的那些液體 組成的血液部分 以及白血球 這個好現象 是受傷的時候一定要 身體一定要去進行維修 但另一種叫做慢性發炎 就是長期發炎的狀態 這個就應該避免 慢性發炎 意味著發炎的部分活動 是逐漸出現改變 身體一面破壞 一面修復組織 但大量有害的自由機 入侵了周圍的健康組織 於是破壞和修復的競爭 是不斷地延長了它 這會帶來身體嚴重的傷害 自由機在免疫反應之中 當然反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角色 但任務完了之後 其實自由機是當時沒有及時退場的 就會出現大麻煩 很多人就慢慢變成一個壞的 好人變壞人 好人才幫你殺掉它 殺人也就是要走 帶人走 做出大致的破壞 總是要刷爛無辜的健康細胞 大家可以想像 你擺平了小梯之後 突然反過來 再反咬主人的惡犬 即是狗方 趕走小梯 然後又咬你一口 好了 自由機維持持續攻擊健康組織 將其餘弱化了 導致免疫系統進入一種超高速運轉的模式 不斷派出更多白血球 結果製造更多的自由機 所以說它惡名在生命無茶 很多人覺得自由機不好 大家都同意 自由機主要是一個造性 慢性疾病和老化的根本原因 它會加速老化、縮短、壽命 所以為甚麼呢? 自由機是有一個不好的聲譽 我相信正常的發言過程之所以會失控 就是因為身體和大地的連結失了 現代人的出現就是電子不足的問題 身體內沒有足夠的自由電子來滿足 因為飢餓而作亂的自由機 所以自由機不斷攻擊相近的健康組織 導致不斷擴張的惡性循環 自由機毫不容情地攻擊這些產生的免疫反應 表面上身體就出現了所謂慢性發炎 免疫系統失足控制 回頭來就攻擊主人就是你 我經常說自身免疫 自身免疫是因為慢性發炎破壞了自己 令身體攻擊自己 所以很多病我們都是用自身免疫病來形容 但其實自身免疫病的前身是長期發炎導致的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一回事 可以這麼說這些摧毀過程可以持續地幾十年 導致很多難以對付的現代的疾病 首先我所說的科學字叫做發炎老化 你知道這件事是怎樣來的了 可以這麼說 慢性發炎是慢病之源 大家應該可能開始受到這個說法了 其實在18年代的中期 有一位很出名的德國病理學家 叫做路途夫Rudolf Virchow 這個很出名的 他早期已經察覺到血管受損發炎 很可能是心臟病的原因之一 這個是1800年 一位很出名的病理學家已經說了出來 當然這個主張是當時在世沒有人重視的 後來逐漸被人忘記了 直至到十九世紀中期到二十世紀之間 膽固醇的理論說起來就流行了 於是那個人就要減低膽固醇 就成為那個醫學的狂熱的執著了 更多為很多製藥公司和石斑公司 創造了數百億美元的商機 膽固醇 膽固醇的元兇 好了 但是 在現時的醫學研究發現 心臟病和中風患者 有半數的膽固醇其實是正常的 其實都不是不跟膽固醇的事 所以1980年代有些心臟病的醫生 開始重新檢討一下 這個Rudolf Virchow的發言的理論 最近的突破在200年開始有一個研究 發現研究對象當時 研究了二萬八千名原本健康的停經後的婦女 監察結果就出現一個全身的血管疾病風險的因子 這個什麼呢? 就是C反應蛋白 C Reactive Protein 其實這個C反應蛋白是一種由肝臟做出來的生化物質 在身體有發炎的現象就會在血液裡面 即是C反應蛋白值最高的群族裡面 和最低的群族的比較 心血管疾病的機率是五倍這麼大 即是C反應蛋白高和最低是五倍的心臟病機會 還有中風和有心臟病 所謂曾經說的心血管五倍 中風和心臟病的機率是四倍 研究小組表示這個不單是傳統風險因子的身上 C反應蛋白可以有效預測到 他們身上患上血管疾病的風險 而且在含膽固醇在內的十二個風險之中 C反應蛋白值的準確性是最高的 即是說要知道個人的心臟病和血管病的風險會有多大 而不是看膽固醇 其實要看C反應蛋白 C反應蛋白 而C反應蛋白的反應什麼呢? 是一個炎症 身體的炎症 所以你現在看到 其實200年的時候已經開始有很多資料 膽固醇是一個創的 不是一個兇手 只不過為了藥廠的食物公司 很多的低膽固醇食物出現 很多的降膽固醇藥 搞了四十年 其實很多人已經開始發現 其實背後不是膽固醇 背後的真正原因就是C-reactive protein 而當時領導哈佛心臟病專家 叫做Paul Riker 李克克 他說我們將類風濕病 看一種發炎相關的疾病 但是我們現在將要心臟病 都應該視為一種發炎陰氣的病 心臟病不是膽固醇失去的 不是一個失血管或者一些問題 而是跟關節癌症一樣 都是一個嚴正的問題 一個嚴正的 這位李德克醫生估計 他說大概有25%美國人的膽固醇值 是正常甚至偏低的 他就誤以為自己高症無憂 我膽固醇低就好 但是其實他們根本不知道 自己的C反應蛋白值高 這個意味就是有數百萬的人 不知道將來患心臟血管毛病的風險會偏高 即是有些人會說 我膽固醇沒問題是正常的 以為是沒事的 其實錯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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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真正要看 就看那個C反應蛋白 我們可以將動物中輕微的發炎 作為一種默默地燒緊的安靜的火炎 不斷來侵蝕周遭的組織 最終導致血管變得脆弱 動物斑塊破裂 直至引發心臟病和中風 C反應蛋白和發炎的關係 也都解釋到 現在這麼多人心臟病中風的患者 膽固醇根本是正常的 是的 因為這個結論、理論 令到很多人忽視了 他們存有患者心臟病 心血管問題的風險 以為就是沒有了 這節時間我們又差不多了 一會兒我們再回來 繼續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的題目都是摺地氣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訊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資源、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第四節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今天的題目是摺地氣 楊醫生剛才說了 原來心臟病的成療法 並不是跟膽固醇線 而是做測試 亦是跟施反應蛋白 究竟另一項 很多人常見的文明病 現在的疾病就是糖尿病 糖尿病其實與發炎上 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發炎和糖尿病 原來是一個發炎的慢性發炎的過程 大家都聽過有一個第一型的糖尿 通常都是未成型的人的糖尿 其實身體的免疫系統 是在攻擊製造胰島素的胰臟細胞 胰島素是身體一種荷爾蒙 是負責調節 體內血糖的濃度 可以打開細胞的大門 讓它可以凝結糖尿病 於是將糖尿病成為能量 第一型的就是 通常是身體的免疫系統 在破壞我們身體的 而製造胰島素的細胞 於是胰島素不足 這是所謂的第一型 屬於什麼呢? 屬於免疫系統的病 是 好了 研究亦都顯示 在做第二型的糖尿病 最常見的 多數是成二人的糖尿病 病變的原因是 身體對胰島素產生抗性 insulin resistance 抗性 不是胰島素做不到 是有在 但它用不到 不適用 換句話來說 身體製造能量 沒有辦法對胰島素產生正常的反應 研究相信 背後原來是什麼原因呢? 是脂肪組織 尤其是 土腩的脂肪 會發出很多發炎的物質 人機相信過 脂肪細胞缺乏活性 只不過儲藏能量的場所 不會影響生存代謝 但現在我們知道 其實脂肪細胞是發炎的瘟 嗯 這個關係也解釋了 肥胖為何會導致糖尿病 是的 一般我們看到 患有糖尿病的人 都是稍為掠肥的 土腩 有土腩 所以經常這樣說 很多病的風險 就是有土腩的風險最大的 為什麼呢? 原來土腩的脂肪 不只是儲藏能量這麼簡單 原來它是發炎的瘟 除此之外 亦都研究發炎 食用的 某些食物 亦都可以導致身體 更加容易發炎 增加糖尿病的風險 當然食物包括糖分 或者甜味較高的食物 精煉的麵粉製劑 反式脂肪 或者含有多元不飽和 和脂肪酸的植物油 你記住 或者加工過的食用 這些是否很多人經常吃的呢? 是 吃了植物油 其實這些食物油 不飽和的脂肪是比較好 其實這是產生嚴症的 事實上我們幾乎 沒有一天 沒有看到新的研究 失控的發炎 是某些疾病的根本原因 就是越來越多的相關資料 風險全球 可以這樣說 很多我們現代所見的 最兇險的疾病 其實背後都是嚴症來的 比如我跟大家 逐種病 逐種病的報導 給大家知道 背後的嚴症 第一 過敏 大家都知道 過敏 是這種發炎 令刺激相關的 胺釋放 造成過敏的反應 OK Histamine 胺 發炎 令照Histamine 相關成是抗胺 抗胺 抗胺 其實這是嚴症 令到你那個 胺組織 就走出來了 這就導致過敏了 第二 阿斯海蜜症 Alzheimer 老人的問題 老人痴癌 嚴重一點 是發炎的腦部組織 形成斑塊 萬聖發炎 殺死了腦部的細胞 這些都是 腦退化 這些都是屬於發炎的一種 原來 是炎症做出來的 還有一種 有一種叫做 是基位縮性的 脊椎質索緊 硬化 Ami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基位縮性 脊水質索硬化症 也叫做 漸動人 就是媽媽 慢慢僵緊 近期有一套劇集 出現了 漸動人的病症 香港人 如果有大部份人看 又知道了 這個病症是什麼 其實這個背後是什麼呢? 背後的是 運動神經原受了損 身體為了反擊 啟動過度的發炎的反應 是造成運動神經原的死亡 過度來對抗 殺死了運動的神經 Motor nerve 貧血 貧血是什麼呢? 是發炎的信使 攻擊干擾 紅血球的製造 關節炎 慢性發炎 是會摧毀 關節的軟骨 抑制關節中的 潤滑 緩衝效果的 關節液的分泌 什麼叫氣喘呢? 酵喘呢? 是發炎造視器管阻塞 自閉症 大部份自閉症的兒童 都有腦部發炎的現象 大家都曾經有可能介紹過一本好的書 就是 《 Our Body's Many…》 Sorry 《 Vaccination Social Violence – A Sword on the American Brain》 這個醫生已經搜集了很多科學的證據 打針 打壞腦 令到腦部發炎 導致很多自閉症的跡象 其實是腦部發炎的 癌症 發炎會使致油肌增加 導致腫瘤成長 減低身體對抗異常細胞的防禦 這個就是癌症 心血管疾病 發炎會令到血液變得濃稠 引發動物的疾病 導致血管阻塞和血管斑 還可以形成危險的血塊 阻塞通往心臟和腦部的血管 發炎也會造成心臟反膜的損壞 有些人是心反的問題 第一型、第二型的糖尿病 第一型的糖尿病 發炎會導致免疫系統摧毀了 胰臟的β細胞 而第二型的糖尿病 是脂肪細胞發出發炎的訊息 造致對胰島素的抗性 嗯 好了 纖維肌痛 很多人是中痛西痛的 體內的發炎物質濃度過高 一般的腸道疾病 例如黑龍士、 Crohn's disease 大腸激躁、 irritable bowel、疊塞炎 還有其他腸道疾病 都與發炎有關的 造成腫痛、干擾營養的消化吸收 並且損害脆弱的消化度內壁 好了 神衰竭 神衰竭會抑制循環 傷害過濾血液的腎臟細胞 紅斑狼瘡 發炎物質引起致體免疫攻擊 多發性硬化症 發炎物質攻擊神經系統 總痛受氣的啟動 還有總痛信息的傳遞和調節 還有神經系統過敏等問題 通通和發炎的反應程度是有關的 疼狀炎 發炎導致疼狀細胞受損 牛皮癬和濕疹 正常表證為發炎皮膚的問題 你可以看到 即是有些什麼文明人的病 都與發炎的問題有關 即是說 如果我們認識這個關鍵的地方 我們能夠有一種有效、安全的 利用大地的接觸 引發大地的游離電子 是沖淡我們的身體 導致發炎的游離機問題 我們的問題就解決了 即是說 發炎的問題 是主要是身體電子不足 那接地是可以這樣說 是直接會幫助 搞定這個問題 想不到 我們一般以為 譬如剛才說到一些很簡單 譬如真是關節炎 或者是這些 就真的好像發炎的情況引起 但是想不到 連致病症、貧血 或者剛才所說的那些 比較冷漫的那些 漸凍人 這些腦退化症 原來都與發炎是有關係的 真的很好 有一個辦法 可以去處理這些 都市人 現在常見到的慢性病 那些是糖尿病人 那些東西 很簡單 當然我們可以說 有時間去過大自然裏面 我們脫了一個鞋 在那些草地 或者在那個樹林之間那裏 行走一下這樣 就可以做到一個接地器 當然但是 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買了回去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包括了有些 就是很簡單的 一張的床墊 那你只是 好像一張床單 剛才醫生也提過 去出去加拿大的時候 都可以攜帶 鋪在床面那裏 這樣 那你每一晚 你一定會睡覺了 你一定會休息的時候 就可以做到這個治療 不需要說 每一天又 繁忙之餘 要花時間走去交往的地方 那還有一些 就是一塊 一塊墊 那可以在你上班的時候 在辦公室或房間 在地上 你的腳可以接受 或者是放在你的電腦 鍵盤 因為現在大部分人的工作 都不離電腦的了 可以放在這裡的時候 那你接觸到 就已經可以接受到 這個摺地器的治療了 好 今天我們很感謝 袁醫生和我們的分享 我們今天的時間都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會診 2577-3798 而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 預約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聽我們今天的節目 剛才提過的摺地器產品 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陸創意的地址是在銅鑼灣 炸電街54號 富城商業大廈2樓 我們的聯絡電話是 28824848 開放的時間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10點至晚上7點 星期六是上午10點至下午5點 歡迎大家到來參觀 OK 今天謝謝袁醫生 拜拜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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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收聽